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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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示範這一道是 咖哩炒石井麵 首先為大家介紹材料有 肉片 還有 花枝 這個是豬肝 魚板 木偶 還有麵 油麵 高麗菜 重要就是 咖哩粉 糖 鹽巴 蔥 還有 洋蔥絲 少許的水 好 現在開始 把鍋子 預熱 鍋子 現在 油 加一些油過來 先爆香 洋蔥絲 還有蔥段 還有蔥段 還有蔥喔 蔥有在炒的湯喔 肉片 這個是花枝喔 火枝 豬肝 蛤機 那個椒木網下去 然後 高麗菜 炒 小瓜 些少量一點 就可以墨 咖哩粉 咖哩粉 咖哩粉把它炒香來 魚板下來 還有油麵 加一點點水 就把調味料 加一些鹽巴 再加一點點糖 喜歡吃雞粉的話再加 今天沒有加雞粉 然後把它拌炒一下 因為油麵你若冰過 稍微用鍋蓋一下 蓋一下 它才會炒 好 那我用蓋子稍微把它蓋一下 好 煩差不多30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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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開來 然後把這個蔥圍 放下來 這樣顏色會比較好看 好 你覺得水太少 再加一點點來 這樣炒均勻就好了 然後這樣火減掉就好了 OK 今天為大家示範這一道咖哩炒麵 這是咖哩炒石井麵 希望大家會喜歡